囚棒欧人的事件 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 未来如果查获车上有囚棒 将可在警政系统上做主计 内政部要求警政署未来领检时 发现车内有刀械 囚棒 或是其他危险物品 为了预防危害 可以扣留甚至移送法办 不过消息一出也引发网友议论 认为根本不是囚棒的问题吧 还有人说那带折腾可以吗 对此徐国勇也发脸书说明 攜带着如果有暴力帮派组织的背景 才会予以助记 对于一般的民众进行运动等 将不会助记 请民众不用太担心